擠的感覺 那邊忽然就很開朗 開朗 台北很大的感覺 我覺得那個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動作 那另外剛才那個交通局的那個說明裡面 我不太 有地方就不太清楚 就是那個台北郵局的旁邊 旁邊的路 那條路到底有沒有 好像全部那個廣展一樣的補面 就表示 就是有沒有那個新的計畫圖 新的計畫圖 有沒有 都可以啦 這站也可以 就是 這邊的路到底有沒有 就是一個很關心的部分 那因為現在這個博愛路的這個空渣蠻多的 這個過馬路也很難 好像那個表示 好像這邊的館長啊 全部一個很多都是突過去的樣子 是在這邊的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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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條路到底查到呢 或者哪一個道路 不曉得 應該是查到嘛 那這邊的那個 巴是很多耶 那這邊是 居然是這樣子 好像這邊前面有一個連接來的館長的樣子 但是這邊是 應該要考慮一下這個 到底這個 這個 路是怎麼樣的情況 我 還有這個 報告書裡面有 呃 道路的現行 或者那個 半井的一個大廈 來那個 好像那個 塑現 需要降至30公里以下的問題 我覺得齁 因為 因為這一區都是那個文化資產的那個區域嘛 真的需要 這邊是真的40公里 60公里這樣子 需要走嗎 應該這邊是應該 它叫做 慢慢開 那當然就是那個有沒有塞燒 我不需要 不曉得 慢慢開燒的一個地區 還有另外一個 我覺得是這種建築 或者那個北面齁 還有山井的這個建築 成立的時候 大概大家都走入的時代 我覺得齁 那個文化資產齁 對文化資產的我的一個想法齁 文化資產哪一個時代齁 就是文化資產的另外一個 一個重要的地方是環境的問題 就是 那個文化資產的 那個成立的時代是大家都走入的時代 突兀 行人最重要的 行人最多的時代齁 那這樣子的機會齁 這一區 盡量就是那個行人最優先的一個地區 還有這個是台北的一個 重視行人的一個出發點 一個示範區 這樣子的一個可能性 那我平常那個計畫設計 那個景觀設計方面齁 但是我以為是 文化資產是景觀的一部分 我一直一直這樣想 不管日期時代 不管哪一個時代齁 這是一個環境的一部分 這樣子的一個態度來 我利用或者處理齁 這樣一個 那還有另外一個齁 那個 呃 那個民間的團隊齁 有提那個 呃 三線道路的問題齁 那也有人以為是 三線道路是綠子時代齁 但是 三線道路是那個綠子時代齁 那另外一名稱是 林家電 就是那個黃磚綠帶 黃磚花園這樣子的另外一名稱齁 所以這個是 我以為是 不管哪一個時代齁 就是這個集會 台北的一個綠帶多一點做出來 或者這個從小西路多一點綠化 這樣的機會利用 這個我比較重視這個事情 那另外一個 這個兩面啊 到底三線啊 那個 三線保證是 我想應該大家都共識的 但是 原置保證 呃 原地保證或者移動保證是 現在最正義的部分齁 所以 我建議齁 在 那個 持續討論 這個問題齁 我 我的建議 以上 好 謝謝民委員的這個高見 那在相關的交通部分 但是 我想還是就是說 我要把它納入上一個考量 好不好 那這個設備請 針對上面幾個委員 針對交通的質詢 我想做補充報告 第一個 那個剛剛有委員講說 這個地方可不可以坐延環 按照我們的看法 就是現在的交通量 因為東西向跟南北向大概都超過三千五到四千左右 那整個我們量過齁 就從北平西路到這個地方大概一百一十公尺 就是 按照我們的交通經驗 如果做延環的話 應該沒有辦法就是處理這個交通 那第二個部分是 即使是用延環的話 人的侵入線 就是人要靠近也是很難 所以說 我們認為說 文化局有這個方案 把這整個地方框起來 然後呢 這裡面是人走的 這樣的話 對整個方案是最好的 是第一點回覆的 第二點就是 柏埃路 它以後 柏埃路現在這三個車道是由往北單行 那剛剛那個委員講的 以後我們會改成兩個車道 就直准右轉 所以說 也相對的這個地方 我們為什麼要希望四個車道 換句話說 這個路口 各位會看到 現在的中華路是可以直接往沿平北路 那那個 柏埃路是直接 也可以偷沿平北路 那以後這個路口 簡化以後呢 就只有正式的路口是這邊 那沿平北路只能夠右轉 柏埃路只能夠右轉 這個路口呢 相對的簡化 對車型跟人型 尤其是對人型 它是更能夠親近 那第三個部分是 40公里的速限的部分 因為按照我們的道路的標準 這個中校系統是屬於岸道 當然如果說是郊區的話 你設計是15公里 20公里 這都沒有問題 那在這個交通量上 我們當然是希望維持在 40公里每小時的速限速力的話 我們要把他的陷阱 對整個交通跟環境會比較好 以上是交通局的報告 好 委長 謝謝 我們講的話 跟各位委員請教 就是說 因為時間也12點 那我們是不是先容許請這個登記者熱心的民眾或團體先進來 跟各位委員來宣訴 如果大家同意的話 我們是不是請幕僚安排先讓第一位進來 那每一位是幾分鐘 每一位總共 每一位三分鐘 我們大概兩分鐘會按鈴一次 三分鐘按鈴兩次 好 這樣還是請大家能夠多幫忙配合 好 那個 第一位 第一位是蕭文傑先生 好 來 蕭文傑先生 各位委員 大家好 好 那我先簡單的做一個 稍微做一個介紹一下 就是說 我們今天大概知道你的案子 就是評議的案子 大概要17000多 但是剛剛好像沒有講 我們那個分思法 李老師講的分思法是6000多萬 原地大概是1600多萬左右 也就是說 我們花了6000萬去做一個分思法 可是他破壞性最大 所以我個人認為這個地方是不宜 也就是說你當然會有很多錢 可是你的股計價值是減損 那我上次有提到說 翁文傑先生必須要做檢測報告 好像也沒有做出來 第二個 李老師跟張老師他們都提到一件事情 他的歷史價值未定 也就是說你研究都還沒有做出來之前 你的研究不清楚之前 我們今天雖然說沒有 雖然沒有去討論他的股計價值 但是未來未必不會有 所以這個事情我覺得是一個很慎重的事情 必須要等他的歷史調查做出來之後 以後你才能去斷定 萬一猜到一個很重要的東西怎麼辦 另外一個件事情就是說 我們會講到 所以很肯定張老師今天帶了很多資料來 另外一個件事情就是文化景觀的一個問題 文化景觀裡面大概會講到幾個問題 就是說 我想大概我們會提到他的一個母員 大概我們講到所有的這個理論 也就是說他影響到說 後續的所謂的很多制度 他今天講到一件事情 所有的景觀都是文化景觀 所以我們要選擇是什麼樣有價值景觀 是被保留的文化景觀 我想委員應該不會有意見 那所以 為什麼我們過去登陸了很多文化景觀 例如說像新舞台 我們把它登陸了 如果按照昨天張老師所講的 他跟自然互動比較少 這個樣子 新舞台似乎不行 台灣很多一半的文化景觀似乎是不行的 所以我才必須講到說 文化景觀在台灣分成了兩大流派 但是大家好在做文資審定的時候 都按照自己的喜好去做選擇 我舉一個歷史來講 張老師應該做了那個 新竹的那個所謂的少年新務所的這個報告 在這個報告裡面 張老師已經提到了那個宿舍 宿舍跟自然的關係 我想應該就知道 跟今天的一樣 這個是產業建築 所以如果按照張老師的標準 包括張老師所提了那個 基隆的文化景觀一座報告 李老師所做的新北市的這個文化景觀一座 那這裡面很多提出來的東西都是不行 所以 我們必須要把什麼是行的那個東西 給講出來 所以我這邊提到一個就是說 我覺得說委員今天在這邊 在政察的時候故意去 把一些專業的問題給隱瞞住 所以在這裡面講到所謂的那個 我們想講到一個就是說 相繼戰友論的問題 相繼戰友論這邊委員應該通通都知道 因為他有日本時代 還有清朝 所以他有經歷到民國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這裡面的點 所以他這裡面可以看到 所以我們再回到所有的博客來學派 如果不從之間 跟空間的關係去考量 我們就沒辦法去看 第一次怎麼行錯 所以很重要一件事情 我們回不去清朝 也就是說我們雖然要 試著想要去做清朝的景觀 但是我們是民國 回不去 我們不可能坐著牛 我們不可能殘除 這件事情我想 必須要很清楚 所以我今天其實是非常肯定 謝謝 謝謝 來我們第二位 謝謝你 第二位麻煩郭銀秀小姐 好我們時間還是三分鐘 應該不用到三分鐘 就是我覺得第一個想要講就是 有關於開會通知 就是我們其實昨天那個 昨天有一個會也是三井 那我們其實是到會後才通知 就是我不太曉得 當初可能柯市府所堅持的開放政府的標準在哪裡 就是這樣子在名單上面 但是覺得甚至到今天在這邊現場 我覺得好像也是另外一種背書 就是沒有真的感覺到尊重 我希望大家可以想一下這件事情 然後再來就是 在聽下來其實 我會覺得台灣的發展不斷在接近西方 可是我覺得那個認同 好像自我認同是非常薄弱的 那即便是如此 或是大家剛剛提到的凱旋門等等地方 就是有一個地方是那個京都 就是他的四條通其實是他們在京都最擁擠的地方 但他們的做法並不是把道路拓寬 而是反而讓他就是只能限定是用行走 或是達成大眾交通工具 因為他們知道他開車就是一定會塞 那這樣的狀況之下 其實我覺得雖然文化局一直說自己可能不干涉設計 但是這東西如果真的要拉到一個高度來想 那如果真的要為了地景 然後為了交通著想 是不是最好的方式根本就是做成廣場 如果大家一直在講的凱旋門 大家在講的巴黎鐵塔 在講的很多地方 那是不是就乾脆就是讓民眾直接用行走 其實我覺得如果一直這樣討論下來 就是其實民間跟政府其實應該不是做一種非常極端的對立 所以未來就是就開會通知這樣的程序 多少是讓我們覺得很不安 或是我們沒有辦法真的很信任這個政府做決定 那我覺得在這流程上面可以做更細緻的安排 對那最後就是北門的重現北門的風華重現 就目前來說其實它現在就是風華再現 那其實從華光或是從台北市議會 這些脈絡之下其實台北有很多的發展歷史脈絡已經不見了 那剛剛有提到一件事情就是地景其實也是地景環境的盡量保持不移動 其實也是建立我們的認同的一部分 那對以上是謝謝大家 好非常謝謝我們再請下一位 第三位蕭素清小姐 好麻煩你我們還是時間三分鐘請 主席各位委員大家好 那剛剛那個李前朗教授他有提到說他30多年來他一個神醫的經驗 以前呢是否說做什麼就是做什麼不會有第二個聲音出來 那剛剛李教授也提到說很覺得很感慨 然後結果現在呢看到有很多公民很熱烈的參與討論 然後也提出不同的意見 那我覺得還是要在重申之前在讀委會 或者是說上一次的審議會都有跟各位報告過 其實現在民眾的價值選擇已經不一樣了 就像李教授他很深深刻的可以感受到這30年來的變化 那像我們也提到我們現在文化警官跟古蹟提報案呢 加起來已經有500多位 這兩個案子加起來已經有500多位的聯合提報人了 那他們願意把個資交給我們這些不認識的人 甚至在網路上他就提供給我們這些個資 他要來加入提報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強度很高的價值的表達 這是第一點 然後就是針對這部分 然後此外昨天就是現刊的時候呢 那個中正區的那個立委林長佐委員 他有來參加現刊 然後他回去以後他在臉書有表達說 他贊成原地保留 結果他有2000個人來按讚 而且底下的留言全部都贊成是原地保留的民眾 那他的表達說他是用一個照片 他站在山井的倉庫 然後他從那個三連拱那一邊去看台北郵局去看北門 他說100年前我就是這樣子 這樣子一個關係 我們三個都是這樣的關係 然後100年後 他還能夠站在這邊 但是移走了以後就看不到了 我們是要強調民眾的價值的保留的部分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說 如果他已經他的 像剛剛那個張坤正教授他講的已經有 他真的是做了很多 真的讓我們第一次 就是說可以有一些 就是新的一個發現 那如果說有這麼多研究 還有還有帶還沒釐清或者還沒出土的話 現在就做決定把他移了 那再來再復原就已經不是原來的他了 工法或者是材料這個絕對都會有問題 然後另外第三點就是 我記得上一次第一次會議的時候有提到說 有委員提到說要把所有之前的評估的工作法 把他的內容正反的意見都能夠在這裡呈現 對等的呈現 然後另外一個還有我記得主席有責程說 要提出一個不移的方案 可是好像今天沒有看到這樣的一個不移的方案 以及工作坊的相關意見的對等呈現 就是好像還是還是在都發局跟交通局 以他們的原案在做說明 所以是說希望這部分今天就不要做決定 發言時間 對 好 我們時間到謝謝 我們再請下一位 第四位 玉良貴先生 好 開始麻煩我們三分鐘先開始 我們有一個檔案 我想先請那個結幕聊天方一下 也許是一定有限 所以希望下一方算件先不要算時間 不好意思 發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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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檔案 檔案是這個嗎 不是 不是 PDF 我們工作中的人還在幫忙一下 我們先幫 先敲到第二 第二名 對不對 好 那各位委員大家去玩 對 剛剛聽了很多專家委員你們提了很多像對於這邊的地景的有意見 但是我們要強調的是說我們覺得這個地方其實不應該要 因為這個地方在新代道日治時代甚至到戰後的民國時期 它這邊有太多的一個政治統治的過程發生 所以我們要強調說我們認為它不應該是主尊特定的時期 各個時代重要的事件都應該要留存 尤其像北山新代道這邊作為日治時期的時候 就是日本已經現代化的都市設計的元素 我們覺得它其實很重要的時期應該要留下來 所以我們綜合考量的一些元素包含是 降空局提到這邊的車的容量問題 所以我們車道數我們 我們這個方案是以目前的臨時路行的做一些微調 就把一些分隔島把它填起來而已 基本上其他都跟新代的情況是一樣的 那它車道數跟之前通過的都是計畫版本是一樣的 也就是通向各式線道 然後在一些特殊路段會有五線道 因為可能要左轉之類的問題 所以我們交通問題是有顧慮到的 然後這個方案跟之前都委會的方案一樣 就是它北平西路不會會到中校西路 所以也不會有康上決心跟北平西路的車流教室的問題 跟都基版本是一樣的 那另外這個版本跟之前我們都委會報告的民間方案比起來 它三井灘湖它針對著中校西路 它沒有所謂的前後道的問題 所以它是很忠實的把過去的北山先道的記憶 把它忠實的歷史管理把它對應下來的 另外要提醒各位委員一件事情是 其實從之前我們作品局長在北門站 今天辦了一個就是北門關的一個展覽 那其實我們可以看到現在四名朋友 他們要來到北門這邊 其實他們都先從北門站出來之後 移動到這邊來的 其實從城內到北門這邊的遊客相對的人數比較少 其實我覺得我們要考慮的是現在的一個整個不行狀況 就是大家從北門站出來到這邊來關南北門的 那如果是一個我們都委會的方案的話 其實從北門站出來要到北門這邊 它一口氣要快越八仙道 是一個很寬的尺度 所以我們如果我們把我們的觀點把它翻轉一下 就從現在的台北市情況來看 是否我們會覺得說其實是否要 南北各四仙道其實對新的南修房區的更好的尺度 那就是都發局最近也在做新北投車站 我們也很感謝多門局長 他很輕輕的一些民間團體的聲音 所以在新北投車站裡面已經做了一個所謂的方向的實驗 來測試做充足的方案的位置 會不會對交通造成影響 那我們很希望做這個案子 其實我們這個案子 他只要把一些現況的一些風格島做一些改善就可以了 我們希望說都發局應該有這個機會 我們在盡量尊重歷史管理的情況下 讓像景跟周邊的一些文化景 和文化的一些歷史建築都可以原子的留下來 然後另外一些調整一些東西的方式 我們來做一個實驗 看看他到底會不會造成交通的影響 因為我們剛剛很多人知道的就是這個原子的重要性 就是其實真的他一旦被移出移走之後 要再移回來 其實他的歷史的意義就會想到死 就他又不是一個在原子的東西 他是一個被移過之後再移回來的 我們現在在32050的願景計畫 其實很多事情應該要在我們常委的未來來想 就是現在這個方案 既然他有機會可以達到交通 可以兼顧的情況下 那是否我們有機會可以透過設計手法 達到原子的報告 謝謝 好 謝謝 我們再提三位 第五位林奎妙小姐 在天上嗎 好我們一樣3分鐘把人把握 各位好 那個我今天把我頭髮染白來我這邊 因為我上次被說就是 是一個熱情的年輕人 但我覺得這件事情不是談我到底是年輕與否 重點是其實這幾件事情其實 其實牽制到幾件事情 包括說其實剛才講到 簽出去的 簽移的成本其實要六千多萬 對我們來講其實簽回來的成本也要算進去 他其實意味著他其實是六千萬 六千萬乘以六千萬的意思 然後加上說就是 林安他的苦錯雖然移動的就是爭議性非常大 但目前即使社會氛圍認為他的簽移是有問題的 但他即使到現在的社會他仍然無法被簽回來 那所以意味著說即使你們現在做了決定說 在這個當下做了這個決定說要簽移 可是未來我未來像我類似像我這樣的人 到底要花五年十年二十年或三十年來爭取說 要把它爭取回來 其實這一件事情的社會成本必須被考量在內 以及三景倉庫位於原始這件事情 它其實有它其高度的價值在 包括說它的社經研究、歷史的見證、其歷史的價值 對於我們在做歷史教育或者是歷史反省 甚至文化保存的這件事情是非常關鍵的 那如果當它遷移的話 其實對我們來做 就是在人們一般清淨古蹟或文化資產 它光看那個場域它其實就可以告訴它非常多的訊息 那對於我們在推廣的人來講 只要它走到那個空間就可以讓空間講非常多的話 但是如果它遷移的話 我們其實是要用更多的話去來講說 它為什麼遷移 它被遷移的是犧牲哪些事情 然後而且重點是 其實這個決定像剛才報告一樣 其實這個遷移是不必要的 然後在空間上面的話 比如說像是在華山車站那邊 比如說台灣張腦經鏈、諸事會社也是三井跟林木勒合開的 目前在華山那邊 變成是我們在理解整個城市 當時候三井如何成為一個都市的核心去壓迫鄉村這件事情 做造成的土地跟勞動剝削的整體 那其實它跟鐵路沿線的關係其實是在城市裡面 其實是不斷被消融的 而且是空間都被觀光化 以及就是被觀光化 以及就是虛化了它原本歷史我們要做的反生性的動作 那當空間不斷的消失 那我們在做這樣的事情的人 其實是非常的困擾 非常困擾 而且造成非常大的 對我們來講是某種災難性的 那剛才各位講的說的可經性或者意象保留 對我們來說如果做這件事情 它到底犧牲對我們在做歷史的 在做整體社會性的 反生這件事情的時候 如果犧牲這件事情的話 我們認為也是相當大的社會成本的問題 最後我用剩餘的時間表達我對於 大家尊敬匪門到一個不行的狀態的文化行動 好 好 謝謝 我們 再請這個 下一位 好 非常謝謝 第二位 李榮鈺小姐 不好意思 我還是覺得像文化局其實沒有把昨天我們跟委員討論的一些精髓講出來 就是其實這個品質真的很不好 就是民眾只能進來三分鐘 可是去 昨天我們其實跟委員們現看完之後 坐下來談是有談出到底要什麼審議一個意識建築遷移的標準 我們是有討論到討論標準的 所以我真的覺得今天好像很多 大家還是維持各說各話沒有聚焦 那到底要怎麼來做決議呢 那接下來就是說 是不是要再商情一些比較是歷史的學者 因為其實剛剛文化局有報告說 1860年是台灣意識的萌芽 真的完全聽不懂你在講什麼 從頭到尾都聽不太懂 說真的 我相信網路上很多人都聽不懂你在報告什麼 不好意思 就是到底要不要找歷史學者來豐富一下這個地域的精神 那包括說大家一直在講本門很重要 我其實很好奇就是把街關庭蓋回來到底要幹嘛 就是那個意義是什麼 當然這個歷史是重要 但是要花錢去蓋街關庭是 清朝已經不存在啦 就是去講這段歷史 我們是不是應該要再更審慎一點去說清楚 它要呈現對於當代的人有什麼影響 至少我覺得我們在訴求三井原子保留裡面 其實是提到了這個地景不是對城市裡面的人重要 對原住民重要 對不在城市裡面生活的人是重要的 因為任何在城市裡面做的決定 它都在影響整個台灣 我們這也是天龍國啊 我們其實是想要凸顯這個豐富性 都相信可以找原住民相關研究的學者來 來讓大家明白就是到這裡到底歷史上面有多少複雜的故事在這邊流轉 對那最後就是要講一下文化景觀 有一些就是委員們不認同文化景觀 可是我們提文化景觀最重要的精神不是在講說要把這個地方做一個比較通盤的考量嗎 如果不是文化景觀可以是什麼 我們其實也希望文資委員會要討論 大家可以承擔以後北門郵局後面有都更案嗎 大家可以解釋以後雙子星蓋起來 台鐵的開發案會對這邊帶來多大的影響嗎 雖然說的很好聽好像是歷史廣場 可是以後可能就是一個載畫的花園吧 那最後要講一下我們的方案裡面有一個很重要的是 我們認為居民其實同時也可以留下來 就是在維持現狀 都覺得時間不需要這麼趕 趕這麼趕就是因為從頭到我們 從工作坊提出來的意見全部沒有被杜發局採納 然後大家浪費這麼多時間 我們沒有領薪水耶 然後還要請假 這是不是杜發局真的應該要檢討一下 而且我相信這不是你們最後一個 不是你們最後一個要把文資纏除的案子 台北機場可以run七八糟就說要公辦讀根 民間去年千年保得那麼辛苦把它變成國定古蹟 然後你們就輕輕鬆鬆的就可以說要公辦讀根 士林職場 士林國小還要開路 這都是工部門自己在破壞文資 我們都不要談問到自由產權有毒複雜 如果工部門今天可以帶頭這樣子破壞文資的話 那台北市的文化資產就別搞了 謝謝 謝謝 我們還有下一位問題 第七位郭沛宇小姐 其實我剛剛一開始在參與整個會議的時候 有感覺是不是走錯地方變成是北門的文資價值的生意 對那其實我覺得我們都在整個過程裡面 為什麼一定要是保北門而捨棄山景 我覺得這是我們必須要思考的一個問題 那我覺得在忠孝橋引道拆除之後 北門的確它有一種意義的重現 這個我們都不會否認 但是解開之後其實也更讓我們看到山景的存在 所以我認為其實應該要給彼此更多的時間來討論 到底是如何能夠兩全 在北門解開束縛之後 應該要更進一步的來看周邊的歷史景觀 跟整個地景要如何完整的保存 這是我第一個意見 第二個意見是每一個歷史建築 不管是古蹟也好歷史建築 它所在的位置都代表它一定的特定時間點的意義 更何況是像山景倉庫 這麼是以交通運輸以及倉庫倉儲目的為目的存在的一個地方 所以它在它的位置 就像是我是日日村的郭沛羽 那我們文萌樓為什麼會在歸水街一定有它的原因 它為什麼不是在延平北路 為什麼不是在遠環旁邊 而是在歸水街 同樣道理對山景而言 我真的是覺得 移不移其實不應該是 選北門而捨棄山景這麼簡化的決定 但是我覺得在這整個過程裡面 其實並沒有完整討論這件事情 所以我只看到市政府其實是為了市大運 為了西區門戶計畫 而要快速的促成決議 然後來幹這件事情 那我覺得身為市民其實是覺得非常不舒服的 所以應該是要請主席跟委員 其實應該要更給充裕的時間來討論 謝謝 謝謝 回到先生 我們現在就還是回到委員會的正式的這樣一個狀況 好不好 那我第一個部分是不是要請這個文化局 以及一個幕僚單位 要不要先報告一下就是說 無法警官這次提報現在作業的狀況跟他未來的定案 主席 對不起 我剛剛還沒發言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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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說其實文化是我們立國的基礎 不是經濟 不是賺錢 不是商業等等 我們在71年5月26日公布施行文化資產保存法 我那個時候在行政院有參與這個法的研領 那個目的就是保存維護宣揚文化資產跟價值 這個法施行到今年105年已經34年 中間7次的修正 94年是全文修正 這個從民國71年制定到今天 雖然30幾年 可是只有這幾年才從消極到積極保存維護我們的文化資產 雖然是進步 但是跟其他很多開發國家是很難比的 我雖然不是文資專家 但是我今天非常感動也感謝民間團體 他們花那麼多時間沒有任何報仇 年紀很輕 我自己的孩子也是這樣 我的意思不是說我的孩子參與他們 我的意思是說年紀輕 他們的這樣的熱情我非常肯定 今天這個會議我非常感謝我們副市長的安排 因為我這個不懂文化 也對北門的文化整個這個我不懂 我到今天稍微各單位各機關的意見 跟他們團體的這些民間團體 我已經比較懂一點 其實台北市是一個非常文化資源保存不及格的現代化都市 我每次在文化部的文資審議委員會開會 我都說啦 為什麼我們的國家的人跑到北歐洲 甚至那個開國歷史不久很短的美國 我們回來都有感覺說 唉唷 那我們這個國家為什麼不能像他們這樣 保留那些文化資產 非常的羨慕人家 所以我是說我們今天談到這個舊倉庫山景 它保存的意義 我今天看到幾位文資委員的書面意見 跟他們提供尤其是我隔壁這位我們這個縣二委員的意見 就是不論是它建築本身或三線道路的交通商業發展歷史 加上台北城建成以後 這個北門附近的那些國定古蹟 郵局 鐵道部 府台 洋樓等 這些我們全面來看它 它非常有紀念性代表性的文化意義 也有時代意義跟罕見性啦 如果我們把倉庫遷移啦 可能會失去我們要保留當時這個都市發展脈絡的目的 因為它是整個脈絡 北門意向的這個歷史空間文理 剛剛這個名詞啊 這一句話剛剛我們副局長所講的 我也很感動 其實應該是以台北市城市發展的歷史意義為主 所以我希望原地保留 而且我希望我們很辛苦的都發局 從局長一直到交通局的我們的公務員 再努力一點來做更周全的整個交通建設的一個規劃 這樣才能兼顧文化資產維護跟都市發展的需要 我在開中央文化部文資會議為了台北機場 要不要全區保留為國定古蹟 或者是台北市當時的幾個市定古蹟跟歷史建築的時候 我從這個黃俊明委員他做非常認真的一個整本的一個研究 我們去現場勘察的時候 我這個不懂的人我都非常感動 連我們日本的他們的一些文資專家來都說 我們日本為什麼不會保留 這個雖然是日據時代日本人所建的 你們台灣要去保留他 全區 我們很感動 14個委員投票 14個委員通過 非常的感動 所以我今天在這裡 希望我們公務員能夠再辛苦一點 再去想辦法 我的意見就是這樣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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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謝謝黃委員 我想這個東西我們都會把它納入 因為整個委員會的審查 它就是一個大家一個共識制度 委員會它並沒有因為市政府任何的阻擋 所以請大家能夠做很多發言 那委員還可以 主席各位委員 所有參與的朋友 我想我們今天這個案子是在談 好像一直在談北門的刑訴 那我很想這樣 北門從清代其實它本來是一個 防禦的設施 就是包覆在這個翁城裡 那到日治時期也因為是開發 所以後來只做了一個類似像紀念碑 不過它還是蠻去注意它的 它是一個路過的這樣子的一個節點 對那個特性其實也是有被保存的 那因為我自己去 我想很多在座人也許有去走過 那個左營的那個城門 嗯當然台北門沒有那個機會 那可是一個城門其實如果有它周邊的 比如說左營它因為那個城牆還在 所以其實它被理解或者它願意讓人家 逗留的意義相對是很高 它不是只有一個廣場中的一個建物 嗯所以我不知道現在的規劃究竟有沒有把 望城未來的可能性也一併考慮 如果我不知道我理解有沒有錯誤 如果是以目前的八線道的這樣的規劃 好像那個望城是在八線道底下 那只有一個城門如果我唯一是說一個文化資產 我們應該去考慮的是不是說 怎麼讓它的文化價值再去增高的那個可能性 因為我相信未來的市民一定會比較 從這樣的角度去看待北門 所以我覺得當我們在現在 行錯北門這件事的時候 呃不能夠把望城未來的可能性 或者是北門原來作為那個路過 穿透的那個功能 我覺得要一併去考量 其實剛剛李委員提的那個 呃就是說它本來其實是一個南北向的 作為一個穿透的這樣的功能 是不是應該一併去被 呃在這個行錯設計裡面去尊重考量 呃事實上我對於說 每一個文化資產的保存 最後一定是表決 那一定有一些總是會有 呃不可能做到大家滿意 但是越接近爭議性小 因為我想不管古蹟或歷史建築 如果它的保存的最高原則是原子保存 那我們要變更這樣子的一個原則 我覺得一定要是一個不得不 為什麼讓我們到不得不 一定要去做這個牽移 那我想包括呃公民團體應該也是 但是關注的是究竟我們有沒有已經到 把這樣子所有的可能性通盤的都考慮過 而不得不做出這樣子的一個方案齁 我一直記得那個台南的時候那個地震齁 那個影像其實感動非常多的人 就是一個小孩子夾在那個夾縫裡面 其實呃救難人員跟醫生都沒有錯 大家都想救那個小孩對不對 但是那個醫師提出來的是 希望那個小孩的未來 如果沒有了父母然後在被截肢的情況下 他的日後怎麼辦 結果大家在這樣的提議裡面 最後還是去想盡辦法去做出來 就是還是把他救出來 那那個是一個攸關生命的問題 其實是迫不及待的 可是大家還是寧願以考量這個小孩子 將來的發展為最高的前提 那我不知道對於呃北門這樣子的一個行錯 我們真的有這麼急迫齁 我不太理解啦 那我的位階不是很高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什麼因素 讓我們這麼急迫 我們不能夠好好的去呃想 他還有沒有那個可能性 比如交通的減量 我好像也沒有在呃這一次的會議 這兩次的會議裡面提到 如果從交通的流量的減量上面 有沒有可能的做法 因為我們現在一直在想那個流量很大 我提出這個的原因是說 其實對任何一個建築物齁 因為我們做文化修護的人來講 其實任何這些破壞因子 我們都會希望它是越少越好 對於保存而言 那這些車流量對北門的保存是好的嗎 減量是不是會更好 我的意思是說 我我們都尊重最後的決定是什麼 但是究竟是不是已經到無法可想 已經我們真的已經做盡了力了 然後去做出非要遷移齁 這樣子的做法 就是說真的沒有從其他的 呃比如流量上的控管 或者是其他的方法上面 去做這個減量的動作嗎 好 這是我的意見 好 我們也謝謝這個 劉委員的憂心 就是說 當然就是說能夠這個 這個不漫遷 那他一定會有這樣的一個考量 啊 但是就是說 這個 也感謝就是說 所有委員都尊重 我們整個大家的一個討論 最後剛才一位委員提到 他可能會只有一個答案 但是我們有這麼多的多元聲音 我想這一點大家一定 要先有這樣的一個準備 就是說沒關係 我們這個討論過程 他還是會這個 今天請大家的前次 公開通討論 我們也要發言一次 這個 我想 嗯 雖然是第二次發言 不過我想針對今天的主題 我想接下來是大概第一次 那個 就那個方案 我想我們今天的焦點大概在談方案 那我先表達一下我個人的意見 就是 其實文資保存 我上次其實也提到 就是 限定保存其實是原則 其實也是態度 那 文資保存 其實它是一個永續的議題 那當然 前走其實它 勢必會減損相關的部分 那交通呢 其實在考量的時候 其實它存在的是變動性 就是不同的